2019年上半年,军队自考报名报考展开。在职军官、市官和文职人员可报名。上半年考试4月13日开始。根据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安排和军队有关业务部门部署。 2019年上半年,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军队自考报名报考已于近日展开。报名3月15日截止。报考2月27日截止。考试安排在4月13日至14日进行。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将于清明节前接回国。记者23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中韩双方决定,将于清明节前,交接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武警部队广泛开展冬季夜营拉链活动。沙场文号令。将士练兵忙。全军开训动员令发布后。 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大漠。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 武警部队广泛开展冬季夜营拉链活动。持续新体练兵被战热潮。 俄一架轰炸机坠毁,至三死一伤伤者,将由包机送至医院。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国防部信息与大众传媒斯发布消息称,一架载有军衣小组的1276包机,已经出发前往摩尔曼斯克州。 该机将把屠夫22兆3飞行员接送到莫斯科军医院。 叙利亚战火重燃美国士兵被炸身亡。 当地时间1月21日凌晨1点10分左右,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上空,又一次听到了轰鸣声。 根据在当地的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大马士格上空,至少看到了三枚导弹飞行。 而且城市里还能听见剧烈的爆炸声。 新华社安卡拉,12月24日电,记者施春勤念阳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卡林24日说, 美国一个军事代表团,本周将访问土耳其。 土美双方将着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安排的具体事宜举行磋商。 卡林在土耳其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磋商将涉及一系列议题,包括美国如何收回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提供的武器等。 卡林说,为了避免叙利亚一些地区在美国撤军后产生权力真空, 土耳其与美国正就美撤军安排进行密切的协调沟通。 土耳其也将就这一问题与俄罗斯加强协调。 卡林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明年访问土耳其。 特朗普接受了邀请。 据土美两国媒体报道,埃尔多安与特朗普14日通电话,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共识。 这最终促成特朗普下决心从叙利亚撤军。 特朗普宣布撤军后,埃尔多安21日宣布, 土方将推迟在叙利亚境内,又巴拉底河以东地区,对库尔德武装采取军事行动。 土耳其与美国就叙利亚内战,长期存在分歧。 土方指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是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 属于恐怖组织,而美军一直经由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与人民保护部队密切合作。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新华社伊斯兰保12月28日电,记者纪委,巴基斯坦军方28日说。 巴陆军参谋长巴杰瓦,当天批准特别军事法庭,对22名恐怖分子的死刑判决。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22名恐怖分子,曾参与袭击军警、平民级教派人士,进行破坏警察局、通信基础设施、教育机构等犯罪活动。 共造成176人死亡,和217人受伤。 这些恐怖分子,均隶属于已被巴政府取缔的非法组织。 此前,特别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 他们均已认罪。 这是近两周来,巴军方批准判处死刑的第三批恐怖分子。 本月16日和21日,巴捷瓦分别批准判处15名,和14名恐怖分子死刑。 三军新闻局日前发表声明说。 特别军事法庭成立以来,已受力717件奢供案件。 其中546件已经定案。 在已定案的案件中,有310人被判处死刑。 2014年12月, 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白沙瓦一所军人子弟学校,造成150人死亡。 巴政府随后采取包括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在内的一系列反恐措施。 加大对恐怖分子的震慑。 新华社巴格达1月14日电, 记者承帅彭·张淼正在伊拉克访问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 14日在巴格达表示。 法国将继续与伊拉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并继续支持伊拉克重建。 勒德里昂当天同伊拉克外长哈基姆举行会谈。 勒德里昂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法国希望继续与伊拉克,就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合作。 在军事方面,法国决定向伊拉克提供10亿欧元贷款, 帮助依仗后重建和恢复稳定。 法国企业也愿参与重建进程。 哈基姆表示, 伊拉克赞赏法国, 在伊反恐行动中提供的支持, 期待同法国开展更多军事和安全合作。 哈基姆说, 双方在会谈中, 还就加强两国文化教育交流, 叙利亚问题和美军撤出叙利亚等议题交换了看法。 勒德里昂14日早些时候, 抵达巴格达, 与伊拉克总统萨利赫, 总理阿卜杜勒麦赫迪等举行了会晤。 此后, 勒德里昂还将访问伊北部城市埃尔比勒, 和南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 资料图, 美军发射鱼叉反舰导弹。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法新社三日报道称, 日媒称, 美军今年将在日本冲绳, 举行首次按舰导弹演习。 这是美军首次在日本进行此类演习。 主要目的是对抗日益强硬的中国。 据日本产经新闻当天报道, 美军方已告知日本外相, 计划今年在战略要冲冲绳部署岸舰导弹, 沿袭将会出动机动导弹发射车, 似乎是应对中国潜在的陆基反舰弹道导弹的抗衡措施。 近年来, 中国战舰频繁穿越日本周边水域, 包括穿越宫古海峡, 对马海峡, 宗古海峡, 几乎成了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的常态化活动。 日本防卫省日前发布公告称, 中国不久前还曾派出舰机, 穿越日本周边海域。 日媒认为, 中国日益活跃的海上活动, 是其在第一岛链水域, 建立控制权的重要计划之一。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正试图通过控制第二岛链, 来动摇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控制力。 复旦大学海泉研究专家马瑶, 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迄今为止, 中国海空军进出西太平洋的行动, 都是在国际公共海域进行, 完全符合相关国际法的规定, 并未侵害任何国家的领海主权, 充分展示了中国军队的专业素养和训练水平。 外媒的指责既不专业, 也没有依据。 马瑶表示, 美军以中国海军威胁论为名, 计划在日本大搞导弹演习, 无助于地区稳定, 只会导致地区局势的恶化。 谭重甫,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据塔斯社2018年12月26日报道称, 俄罗斯红星报, 援引俄罗斯海军司令弗拉基米尔科罗廖夫的话说, 护卫舰和大型登陆舰, 将构成俄海军远洋舰队的主力。 轻型护卫舰和小型导弹舰, 将在近海区域发挥主要作用。 科罗廖夫说, 攻防能力更强的护卫舰和大型登陆舰, 将构成未来远洋舰队的主力。 这位将军特别指出, 通过对11,711型大型登陆舰首舰 伊万格连号的使用情况的分析, 考虑到该系列舰舰的性能改善。 俄罗斯海军司令部, 正在研究继续建造11,711型的问题。 科罗廖夫介绍, 20,380型轻型护卫舰, 和21,631型小型导弹舰, 将是俄海军未来的近海主力舰。 他表示, 他们能和大型军舰一样, 用高精度武器发动宝核攻击, 同时, 科罗廖夫指出, 建造驱逐舰和多功能登陆舰的工作, 将继续进行。 谈到俄海军的未来, 科罗廖夫说, 俄罗斯拥有通往12个海和3个大洋的出海口, 且海舰是陆舰二倍有余, 因此必须保持, 建设和发展海军力量, 以确保国家利益和安全目标实现, 并据公开信源显示, 俄海军目前拥有一艘中型航母, 三艘重型导弹巡洋舰, 三艘导弹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 俄罗斯造船厂, 没有为海军建造多功能登陆舰, 向法国订购的西北风级两栖登陆舰也被取消, 感谢观看看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